1944年7月17日,莫斯科组织了57000名被俘的德军战俘由今示众,整个战俘队伍共分成了90个方队,免疫达3公里以上。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被俘的19名的德军战军,他们穿着军服佩戴薰章,是这次游街游街市中的重头戏。 游街的俘虏们身穿藏满了狮子的肮脏军服,垂头桑脑地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。 从四处赶来围观的苏联群众,对德军俘虏支支点点,斥责他们犯下的罪行,有些激动的人,甚至冲出去打骂他们。 当时的地面气温高达30多度,数千名俘虏在游行时失托。 据说前一天给俘虏吃的食物有问题,许多俘虏严重腹泻,一些人来不及上厕所,就拉在了百游马路上。 这场大游行真正持续了6个小时。 之后,队伍在尼克里姆林宫不远处解散,俘虏们被装上列车越往苏联合作集中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